商力方面回应昨日下午媒体报道的关于为商业伙伴介绍性交易的质疑 表示对话中的A代表是骗走了20亿韩元的人 还曾以欺诈罪起诉此人 记得此聊天内容是被此人恶意的诱导下回答的内容 应该是此人想在欺诈后以此作为威胁而做出的周密准备 传过去的照片是网上流传的 并不认识的女性的照片 事实上那次介绍也并没有实现 只是为了要回20亿韩元 故意在他面前示好而说出的话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